女星张秀卿仍然是弯弯娱乐圈的一颗闪亮明星 尽管已经53岁 但她仍怀揣着一个大心愿未了 最近张秀卿在媒体面前泪洒心扉 坚定表示自己渴望在2024年迎接 龙子的到来 尽管她已经经历了三次试管失败 但她依然坚定不移 1月25日 张秀卿与陈淑平林秀奇一同逛街 为农历新年采购 在镜头前 她再次表达了与比自己小12岁的丈夫 共同期待孩子的愿望 夫妻俩仍在为此努力 尽管年过半百 但她还有希望吗 张秀卿透露 在前半年 她发现月经再次来潮 并且每个月都很有规律 这让她重新燃起了怀孕的希望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成功怀孕 迎来一个龙宝宝 张秀卿多次表达了自己强烈的生育愿望 无论是经历了三次试管失败 还是在节目中泪洒心声 她都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 她回忆起与医生交谈的场景 感觉就像在等待审判一样 心情难以言表 每当听到 这一次没有 下一次再来 时 她都知道 希望又少了一分 半年前 月经的再次来潮 给了她莫大的鼓舞 在25日的逛街中 张秀卿表示已经放宽了心态 现在她只想积极与丈夫配合 努力 上课 期待早日迎来想要的龙年成绩单 53岁的张秀卿还表示希望次数越多越好 只要老公能力足的情况下 尽力而为 自己也曾多次梦见小孩子 张秀卿 男的女的都有 梦中的小孩和我一起玩 还叫我妈妈 就像是梦见了自己小时候一样 孩子长得乖巧可爱 让人喜爱 事实上 她拥有过两段婚姻 和前夫生了一个女儿 离婚之后的她和小自己12岁的男友结婚 两个人结婚7年多的时间 张秀卿和老公唯一的心愿就是生一个宝宝 为此她付出了太多太多 8年前 张秀卿与丈夫王国年仅12岁 就一直希望能与另一人生儿育女 她年纪大了 为了吃药 为了减肥 她不得不花200万 四处求医 做试管婴儿 在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精力之后 她的心态也放松了下来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据了解 张秀卿在长胖 求子的过程中 丈夫也会体贴地陪伴与安慰 丈夫很是心疼 让张秀卿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她很乐意把张秀卿和她丈夫的孩子都带上 张秀卿在社交媒体上 也不止一次地夸奖过自己的丈夫 不但对自己很好 对自己的妓女也很好 从来没有抱怨过 在减肥的过程中 丈夫不但口头上支持了张秀卿 还给了她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她的身体也很好 和张秀卿一起做了一些运动 减少了自己的体重 最终也瘦了20多公斤 不过 两人也不是不爱吃 虽然偶尔会出去约会 但第二天就会多做一些锻炼 毕竟两人的关系很好 据了解 张秀卿出身于比较贫困的台地区 17岁时 她独自一人来到北方打工 为的就是偿还父亲的债务 据不完全的资料 张秀卿为家中的捐款超过3000万元 张秀卿和前夫分手后 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攒学费 她努力打工挣钱 唱到嘴里都是血 被誉为 苦情歌后 张秀卿善于模仿 曾模仿过邓丽君 凤飞飞 以及模仿章鱼等男性歌手 不过 张秀卿已经51岁了 她的事业一帆风顺 她的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认可 她的婚姻也很幸福 她和丈夫之间的理解和支持 让他们羡慕不已 希望张秀卿以后 不要因为怀孕太过在意 压力太大 应该尽情地享受现在的生活 保持冷静 张秀卿1987年 置身北上工作 为付还债 赞助兄姐购屋出国经费 为家里贡献3000多万元 1993年 张秀卿以车站专辑 获得第五届金曲奖 最佳方言女演唱提名 随后次年 1994年 以想错的心情专辑 获得第六届金曲奖 最佳方言女演唱奖 后来多次入围金曲奖 2010年 和十位男歌手合唱 再度入围金曲奖 张秀卿与夜爱灵魏私交好友 曾模仿夜爱灵演出 此外还模仿蔡秋凤 邓丽君 凤飞飞等女歌手 并反串模仿章鱼等男歌手 她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也是她的第一任丈夫 张秀卿的丈夫 是一名警察 两人恋爱一段时间后 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她 很快就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不过 这样的幸福 却没能一直延续下去 张秀卿在结婚五年后 与丈夫走向了离婚 成为一个单亲妈妈 为了能给女儿提供良好的生活 张秀卿更加拼命地工作 甚至唱到口腔涌出血腥味 也被众人称为 苦情歌后 离婚后的她 时常与33岁同门师弟 许志豪打电话诉苦 京土负债苦水 两人大搞暧昧 许志豪的新专辑 《一条红线》 也收录两人深情合唱 从歌唱比赛脱颖而出的许志豪 2008年 加盟豪姬唱片 成为张秀卿的师弟 她对师姐张秀卿 一开始很有距离 就觉得她是天后 连打个招呼 都会紧张到说不出话 后来张秀卿主动与她聊天 才发现两人有共同的朋友 聊开后也欲走欲进 此前 张秀卿因为错信担任李专的老友引导投资 包括股票 期货和保险等 共损失了近5000万元 20多年的积蓄 不但全部付诸流水 更负债1500万元 张秀卿说 当时不敢告诉家人 每天哭 甚至想自杀 好在志豪的开岛 才让我渐渐走出来 张秀卿的丈夫王国赞家中 只有一个孩子 可谓是家里的独苗 嫁给王国赞 她肩负着传递香火的重要使命 婆婆在临终前也不忘嘱托 希望两人能有一个孩子 对此 她向婆婆许诺 一定会竭尽全力 为此她付出了很多 在这七年的婚姻中 她试过各种奇怪的方法 也是吃尽了苦头 但一切都是建立在 张秀卿对丈夫浓烈的爱意之上 人工怀孕最为科学的方法 大概就是试管婴儿 张秀卿就曾停掉了自己大部分的工作 只为养好身体 去做试管婴儿 希望能提高成功的几率 过程百般艰难 结局却不尽如人意 在尝试试管婴儿的过程中 张秀卿打过上百只排卵针 大量接种针剂 让她的身体出现了不适反应 张秀卿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增肥 身体浮肿的情况 挺过了如此艰难的手术 却还是没能让张秀卿顺利怀孕 尝试试管婴儿的方法 没能奏效 张秀卿仍然坚定求子信念 没有丝毫动摇 她开始尝试各种奇葩的偏方 比如生食青蛙 喝老鼠汤等 这种名字听起来 就让人毛骨悚然的偏方 张秀卿却丝毫没有犹豫 还是一往无前地去尝试 遗憾的是她依然没能完成生子心愿 此外张秀卿还爆料 自己尝试有些偏方时 居然休克了 将近一个月不能 和老公王国赞同房 她老公居然给她发了一张长俭的照片 让人汗颜 张秀卿求子信之迫切 可谓是众人皆知 据她自己透露 很多热心的网友 曾给予了善意的帮助 她的私信中 有近上万条网友提供的生子秘方 有人质疑张秀卿怀孕的路漫漫 是否因为他们 夫妻二人身体欠家的缘故 对此 张秀卿表示自己和丈夫的身体素质都还不错 没有任何其他问题 但就是难以受孕 丈夫王国赞对妻子的艰难处境 和心情付出都是看在眼里的 面对张秀卿难以受孕的艰辛 丈夫也总是细心开导 暖心安慰 大致是年岁的增长 已然到达高龄产妇年纪的张秀卿 慢慢意识到了再次怀孕生产的危险 在后来备孕的日子里 她不再似以前一般飞蛾扑火 在所不惜 她开始强调顺其自然 不再过多强求 无奈嘴不随心 嘴上说着顺其自然 心里依然是仇子心切 张秀卿又将注意力放到了求神拜佛上 她怀着一片赤诚之心 前往寺庙祭拜助生娘娘 向她许愿能让自己顺利诞下一儿一女 为自己的家庭凑一个 好 自2021年4月 张秀卿过完了自己的第51个生日 她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与丈夫王国赞甜蜜庆生的照片 并发文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依旧是希望能顺利怀上一个孩子 尽管肩负着传递香火 生育后代的家族使命 但面对吃尽苦头 利尽艰辛的妻子 丈夫王国赞表示 自己并不想张秀卿有过多的心理压力 在这七年携手相伴的岁月中 王国赞已然将张秀卿与前夫生育的女儿 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般看待 在妻子压抑难受之际 王国赞会暖心安慰她 将妓女视如己出 在艰难备孕的七年里 张秀卿花费了近200万台币 更是狠心吃下了 各种离谱怪异的偏方秘法 她坦言那段日子 自己真的非常压抑 据悉 为了怀孕生子 她曾一度胖到150斤 张秀卿在增肥和求子的痛苦期间 老公也给予了贴心的陪伴和劝慰 老公十分心疼 让张秀卿不用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她愿意抚养张秀卿与前夫的孩子 张秀卿也曾多次在社交平台称赞老公 王国赞不仅对自己呵护有加 对妓女也是悉心照顾 毫无怨言 古语有言 福西或所付 或西服所依 停经仪式计划也好 这也算是彻底打破了 她希望顺利生育的幻想 张秀卿也因此释怀了 如今的她 只是安稳快乐地享受自己的生活 据张秀卿发文称 她已经放弃在求子之路上的一腔热忱 因为年龄大了 身体也不允许 她继续折腾了 她还说自己已经停经 但无论选择追求什么 付出多少努力 都是个人意愿 最后也希望她和她的老公 能一直幸福地走下去